新北市在这个学年首度引进了八位外籍老师 要到四家公立国中教英文 在九月开学之后 学生每个礼拜的四堂英文课 其中就有一堂课会由外国老师来教 学生认为可能未来上课会比较紧张一点 但是也期待听力应该会进步 来自美国的Edward教学资历长达十年 今年开始他正式成为新北市江翠国中英文老师 要如何让学生自然开口说英语 他设计了不少活动与情境 公立国中为什么也有外籍英文老师 原来是新北市教育局砸下四年一亿五千万预算 想要活化国中英语教学 学生说在补习班上过外国人的英语课 但在国中这还是第一次 很有趣因为全程都说英文讲话 然后就是可以就是练习听力 就他讲什么听得懂然后要回话 这样子很不错 可以试着跟全讲英文的人互动 让我们英文能讲得更好 首批引进的八位外籍英文老师 将在新北市四所公立国中任教 九月开学后一周四堂英文课 将有一堂由他们负责 而顾虑全程讲英文 学生会有听不懂的地方 台湾老师也将在旁协助 记者林小慧省志明新北市报道